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藝術有時》的我是曲飛 今天邀請了我想身邊這一位老師 在香港從事藝術評論的朋友沒有人認識他 他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主席張炳權博士 各位好 張sir 你好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邀請張sir上來呢 我覺得因為某一天我在WhatsApp群收了一個訊息 是張sir發出來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接下來24日星期五 他會跟太太開一間書房 叫做炳衛 張炳權的炳 而用回太太草花頭的衛 就叫做炳衛書房 當日星期五開張 大家的朋友如果撥讀得快的話 就會覺得好啊 張sir知道你剛剛退休了 終於有一些人生新的改變了 於是大家恭喜你 誰知道不夠一分鐘 你又發另外一個訊息 因為有時間看到 另外一個訊息就說 當日晚上就會結束營業 光榮結業 對 還要光榮結業 我就會覺得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後來我再細問一下 原來這件事是一個男人的浪漫的故事 不如由張sir說一下 究竟為什麼有這麼浪漫的事 走出來呢? 其實就是玩一場遊戲 我猜我和很多文化人都一樣 第一 喜歡讀書 第二 我是教書 喜歡讀書、喜歡教書的人 都有一個特點 因為教書需要給課 避課就要讀書 所以教書的最大的滿足感 第一就是來於避課讀書 讀書之後就喜歡分享 將一些學了的東西 跟學生分享 亦希望獲得他們的回報 然後拆出火花出來 所以教幾十年 所以經常都是最引以為自己的一個模範的 西方就是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在學院裡面 怎樣爭論 怎樣是名句 不愛吾詩、不由愛真理 這是阿里斯多德的名句 在中國的典範就是孔子和那班學生 一起問答 所以看論語最有興趣的 最滿足的、最生動的 就不是指若媽、指若媽 不是說一些所謂教條式的表達 而是孔子如何跟顏淵、子路、子貢等學生聊天 對,那個過程、碰撞 最有趣 所以問題是 我教幾十年書 亦最享受的時光 就是跟學生聊天 拿到學生的一些反應 所以基於剛才兩位 喜歡看書、喜歡分享 覺得小時候已經是 我猜小時候 一會兒說我幾歲了 已經有一個願望 如果我開到書局便好了 是 所以開書局的願望 已經是 起碼有二十年、三十年左右 放在心裡的一個夢想 嗯 但是實現不了 是 因為開書局不是說那麼容易的 你看見很多書局都倒閉 尤其是今天大書局 壟斷了之後 小書局都很難生存 所以是很難的 有些朋友開二樓書店 都很快出現很多困難 我曾經有一個夢想 不是說笑 即是不怕被人笑 我曾經去買六合彩 買了二十幾期 十幾期六合彩 已經是十幾年前 買完之後 就是 出來之後 跟天天幫幫我 讓我做 然後就拿些錢去開書局 是的 我做了之後 我不會 如果那時候 最初的時候 還未曾供完那些樓 還未曾供完那些按揭 我會供完那些按揭 還了之後 還剩下很多次 有時候只是幾千萬 我可能會捐一些比劇社 另外就會開書局 我最好的一個夢想 就是在一些鐵路沿線 即是一些不要太旺的地方 太貴 就是鑽石山、鴨頭角之類 找一個三層高的舊樓 樓下就是咖啡廳 Denise Snacks之類 二樓就是書店 賣一些自己喜歡的書 自己有口味的書 然後三樓就是一個工廠 或者被人排戲的工作室之類 當然這個實驗不了 又沒有中到 我又覺得 人生充滿著一個傳奇 我又覺得不要這麼早說 沒有可能 但是反而我想聚焦大家去聊天 我覺得 張Sir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我認知做評論的學者 很多時候他們的情意結都是 死人我都要出一本書 我要出評論集 我要出自己的學識著作 就是很少有一些文人 或者是有一些學者 是想開書局的 那這件事我會覺得 尤其是你現在跟我說 你是從小時候開始 就說我想開一間書局的 那其實那種叫做 那個視野的宏觀 和一個叫小我和大我 那個分別 是究竟怎樣分圖到你的呢 其實我都相信你有必定經歷過一個階段 覺得很可能出書是很重要的 出書 我也有出書的願望 實際上 說真的 我的碩士論文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題目是甚麼 不是現代的 是說黃庭堅的 就是宋代詩人 因為我的求學階段 我的碩士論文 在七十年代已經寫完 是一個國學大師 姚公 姚忠義教授指導我 那本書的論文寫得也算不錯 所以當時中大已經出了 所以我的三十歲未到 我的出書願望 第一本書已經出了 我就已經滿足出書 這個夢想 一本你就滿足了嗎 還沒有 但我寫了很多很多的劇評 我寫了好幾百萬字的劇評 我又會覺得 寫了一個作品的評論 如果它有作用 有影響 就已經影響了 當然如果有機會 某個機緣裏面 出一些劇評集 我是願意的 不過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一些整理 我也無謂做這件事 我現在正在寫書 我現在正在寫香港戲劇的歷史 這個很重要 我們經常都要去做這件事 終於能夠熬 我現在正在寫書 這是幾年之後的事 我要慢慢做 但我開書局很重要 你問我是否有些影響 我讀書的時候 有一位很重要的詩人 台灣的 叫做周夢蝶 聽過 聽過 周夢蝶 很明顯是莊子的典故 他寫的詩很好看 很有禪意 也很古典 他的特點是 他在台灣開了一間書店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經常說 小人隱於山 大人隱於市 所以我經常都不想搬上山 就是這個意思 在城市裡面去隱居 但是隱居就是 你很在地 你不是離開 地方不重要 不是住於形象 我最近看《金剛經》 你不是住於形象 你的思想既是入世 亦是出世 所以你在大人的時候 就不怕在城市裡生活 甚至開書局 再利用書去跟讀者 和市民結緣 這個很重要 我經常都說 真正的藝術工作者 我不管你從事評論 文字 或者表演藝術 應該是要有 先是入世的身 你的身體要先入世 你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你要接受現實 然後有出世的心 即是你怎樣面對你的現實 究竟狀況是怎樣 這就是所謂的大人 其實我也是在追求這種境界 但問題就是那件事不容易 因為接受現實 從來都是很殘忍的 譬如說 人家說 張老師你已經很老了 但有些人真的笑不出來 你說我老 不行 我還有幾十年老 我老是真的 但我生理年齡是老 希望我心理年齡不是太老 所以我會覺得 不論是年輕的 或者是一些新的一輩的人 都要學習 但問題是 那種年輕的心境 就是一種浪漫的氣氛 而你正說 那種浪漫的氣氛 在接下來的星期五 就開一天的書局 沒錯 關鍵的焦點是 正說說了 究竟你為何會有個淵源 想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更難得的 就是你太太 即是師母 去支持你 究竟為何 其實我太太 她認識了一位舊生 那位舊生在開了21年的書局 那位舊生 如果朋友有看報紙留心 就是去年有一個消息 說她的 她在中環開的二樓書店 可以說那個地方和名字 她的書局就叫做飄書局 即是Flow Flow Books 她在中環開的 她的本質上是一位文化人 不是很生意人的氣氛 所以做了21年的書局 也是很難捱 所以因為中環鋪了又貴 越來越貴 她去年有財政危機 報紙也賣過 就說她可能要倒閉 所以大家去探探她 捧探她的牆 安慰她 因為她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想法 就說不如大家去支持她 我們沒有錢支持 怎麼搞呢 就幫她看一看 看一看的機會 也可以把她的面子擱開一點 多些人去行她的書局 去年已經說了 去做一天的店主 幾多人說 哪一天哪一天 大家霸一天去 但是說很容易做 一直都沒有人做 今年她已經搬去 由中環最旺的地方 搬去上環 地方小了 租的便宜一點 但是地方小很多 我們跟她說 不如我來吧 我就先做一天的店主 由我扯頭籃 如果做得好 希望有人跟著做 那就是選擇日 好的日子 選擇日的特別日子 終於選擇日 8月24日 接下來的星期五 我是老儲女 儲女座 為何今年的心肝做呢 即是那天是你的生日 是的 生日了很多年 幾十年 那天是很重要的生日 先說孔子 孔子說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明 六十而以信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如舉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如舉 滿足我幾十年的夢想 不如開一間書店 就是當日開 所以是很幸福的 玩這個遊戲 又不用那麼辛苦 又要搬書運書 租地方 買書 這是很煩的事 而且又不擔心蝕本 但是你玩這個遊戲 也很認真 你不只是跟你太太 師母在那裡 上午幾點開始 下午十二點鐘 十二點鐘 就是隆重啟業 隆重啟業 到晚上七點半 光榮建業 這段時間 大家都以為是十二點至七點半 一段長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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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因為我怕有些事我無法處理 在手出來幫忙 那有什麼活動可不可以說 其實可以沒有活動 純粹看店 但我覺得又好像單調一些 生日好像多教一些 我找到陳玉蘭 其實我找了陳玉蘭 先幫我做一個 啟動書店的儀式 接著他趁距離 就不想他趁走 因為他最近離身 做了一個新的職位 因為香港影藝學院 就有一個新的部門 就叫做表演藝術研究中心 一個這樣的影藝學院 搞了這麼多年 幾十年、三十年 他竟然搞了一個 叫做表演藝術的研究中心 請了他做高級講師 他一定對中心有些期望 他的崗位一定有些事情 是以前三十年沒有做到的事情 所以希望找他講一下表演藝術 表演和研究之間的關係 和中心的一個角色 如何去運作 然後我又覺得一位朋友 我的朋友姓許許遠光 他看了很多電影 他說看了小偷家族 就很感動 有很多話說 不如你來跟我太太聊聊天 有一個對談 所以令下午好像豐富一點 又有講座 又有一些互動 對談 其實突然間好像有一個 叫做文化沙龍的氛圍 那天其實我也很想去 不過我真的有工作 我來不了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我就要呼籲很多的朋友 如果那天星期五有時間 的確要去上環的這間書局 因為很接近 是在港鐵站的E2 上環站E2出口 E2的出口 一直上去就是了 中間經過了廣場 右手邊是中遠大廈 左手邊是新紀元廣場 然後經過中間的公共空間 然後再向那裡 看看右手邊 那間叫做啟豐大廈 是 那2樓很容易去 很容易去的 那個位置我自己都踩過牆 那我就會覺得很好 那好了 我們先暫時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圍繞著 《男人的浪漫》和書局 和現在大家關心的 《香港的閱讀氣氛》 那個題目 再去大家討論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 《藝術有事》 繼續《藝術有事》 君と結婚して3年 穏やかで平和な日々が続くと信じてた ただいま 驚きました 妻が突然 死んだふりを始めました ある時は 名誉の戦死を遂げ またある時は 矢に頭を貫かれ 死んでいました よくできてるね 全力で付き合ってみた 親方様 身が持たない ついてよ 違いますよこれは 知恵さん 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するの 言いたいことあるなら言ってよ 別にふざけてるわけじゃない もう家に帰るのが怖い って何? これが根性の別れに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夫婦らんって結局は他人同士 どうやっても全部別れ合うことなんか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 苦労してそれを乗り越えていけばいい 気がつきゃ二人は夫婦になってるさ どうして私が死んだふりしていたか分かりますか? その真実を知ったとき まさかの感動があなたを襲う 二人が見つけた 本当の夫婦になるための答えとは 家に帰ると 妻が必ず 死んだふりをしています 食われて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 続きまして 藝術有時的 我是曲輝 今日坐在我身邊 是張炳權博士 張先生 之前我們提及過 《男人的浪漫》 今週五 你要跟太太開開 那間秉慧書房的故事 如果提及書房 其實你正話都在說 你畢生人去研究 或者鑽研 除了學術方面 其實你都要了解到 香港不停地轉變 尤其是當閱讀習慣 以及對評論的看法 已經不同了 身為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香港分會的主席 其實你可否跟現在正在做評論的 老中青 姑且我叫做中 我沒有資格去稱 我對著你 又更加不可以認老的情況之下 你有甚麼分析 觀察到現在 老中青寫的評論特色是怎樣的 以及有甚麼忠告給我們 不敢說 不敢說 分享吧 我寫了幾十年的劇評 最早的時候應該是七十年代末 已經寫了 七十年代 寫到今天已經是近四十年 近來我寫少了 我寫得量最多最密的時候 應該是八十年代末 到九個年代 到千禧年代初 那十多年是最密的時候 近來已經寫少了 理由是因為 一則就是 我希望讓位給年輕的朋友寫 他們不是讓位 說得好像很主動 好像很懶惰 即是說 他們會更加敏感 更加淡一些 更加會捉到一些 年輕人的共同語言 我這些老一輩的 很多時候就會覺得 有負擔的 即是說評論本身是一種文類 是一種文類 是一種它有自己 相對地獨立的一個價值 其實很早以前已經很相信 即是後現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其實作者已死 即是說原來的作者 他的創作 因為很多人認為評論是第二的 即是他沒有創作 你不會有評論的 但其實我很早已經很明白 或者很同意一個觀點 就是說 其實評論人 是一個更加好的 最積極的讀者 最積極的觀眾 他能夠去理解 去分析 去演繹 去重生一個演出 沒有了評論人去理解 去欣賞 去書寫他的時候 那個作品他可能會消亡 正如你說 最近他的《紅樓夢》 他沒有後來的人 不斷去閱讀他 不斷去研究他成為《紅樓》 是 《紅樓夢》的原著 只是一堆廢紙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講 尤其是《冰影藝術》 因為他是很即時的東西 本書還有一個 很具體的一本書 電影就很明顯 還有DVD 沒錯 《冰影藝術》 完了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評論人是很重要 這些所謂的觀點 或者我的負擔 就令到我會覺得 寫評論是一些很嚴肅 或者需要做很多研究 我同意 我也是這樣教出來 對 所以寫得慢一點 又或者寫完《車來車》 演出已經過了很久了 所以其實是不滿足的 有時候也很難跟觀眾對話得很密切 所以 今天或者近年的評論 很常常比較即時 也會很… 或者演出之後 立刻便會去評論 她說很多事情 或者很短 或者是好像握一些like 握…握…握… 或者是交流 但我覺得那件事很虛無 但我又覺得我會… 盡可能也會參與這個規律 但我又覺得我不是最厲害 但這件事有它的價值 因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需要 我同意 不同年代 他們的硬件和方法都是不同的 但其實他們的目標指向 應該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的 應該去到最終要達到的目的 是什麼呢 溝通 是互動 對話 其實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想到 今年的香港舞台劇獎 我就這麼幸運 做了一個頒獎嘉賓 我在台上講過一句說話 因為有人問身為評論人 究竟是不是很多事情 有時候不敢說的 有時候說少一點 不要說那麼多 那我就引用了老舍的一句說話 講評論 老舍曾經說過 任何的評論 我不管你有多高度 還是多膚淺 你是無法改變到事情的本質 如果老舍曾經對評論 講一番這樣的說話 其實你又如何看評論的意義 在哪裡 評論的意義 剛才講 就是 你同不同意老舍的說法 有時候有人說 我們這班口水佬 你這麼厲害 你出來做一場戲給我看 你站一次台 你做一次戲給我看 沒有… 這部分是不對的 評論人不一定在創作上 不一定需要的 我經常都覺得 等於… 等於… 導演不一定需要是很好的演員 導演可以是很好的演員 有導演是從演員轉型出來的 評論人也有些人是從表演者 從導演演員或者什麼 轉型成為評論人 但這不是必然而止的 但是有人的 有一些很狹藝的看法 就是說 我們沒有實戰經驗 你就在這裏平頭穩足 那就是說 會不會某程度上 回應老舍說 其實我們真的改變不了事情的本質 老舍說 要改變本質是不容易的 評論行不行 用改變這個詞語 可能是太過硬 太過絕對過頭 你可能會影響 評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對話 有對話 是不是能改變到這件事 是基於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 譬如表演者本身的氣質 表演者的世界觀 是否和你溝通 是否和你溝通 這件事是評論人控制不了的 他有他的緣分 他有他的生出來的 很多很多影響到他 之所以為他這位 藝術家、藝術工作者的特點 這個評論人作為一個人 他也沒有這麼大的力量去改變他 是 但是評論的最大的優點 或者美麗處在於 他能夠和表演者發生對話 透過演出本身 做一個中介 是有對話的可能 而對話本身就是美麗的 是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 是那個 真是想良性的對話 有時候 對話 某程度上跌了下去 一種叫做暗勇抗衡那些 有時候某程度上 他和你的對話是想贏的 他是想你根據他的思維邏輯的 其實那些是很難對話 但我覺得我也控制不到他的 是 至於因為良性或者惡性 這是一種判斷 對話其實已經發生了 即是他的謙厚地 或者幫你和顏如色 和你更多的對話 是一種態度 這個固然是好 但他很強硬地和你一個 所謂的 說兩句就 結束了 其實也對話了 對話了 本身來說 他覺得這樣已經完成了 你也不可以強求 這件事是否就叫做惡性 善和惡是一種判斷 我也不覺得這麼快 需要去下判斷是良善和惡性 我突然間很想問老師一個問題 你覺得一個評論人 藝術評論人 最重要的特質是甚麼 他有感受的能力 需要包容的能力嗎 他需要有感受 有理解 是否包容 這個是風格問題 他可以不包容的 他可以很狠地去 罵到一個作品 到很狠血淋頭 都可以的 我覺得他要有理解 他要有感受 他要有表達能力 不需要有大愛 不需要 有大愛嗎 如果這個詞 如果這個詞 引導到另一個意思 就是他很包容 或者覺得他很明顯的缺點 都看不到 或者你也算了 接受他 這個可能是缺點 我會覺得 他有感受能力 有理解能力 他有表達能力 他背後有學識 學識很重要 這是知識 因為運用你的知識 你的文化知識 你的戲劇知識 你的藝術知識 去看一個作品 所以你一定有知識 有剛才的三件事 感受力 理解力 表達力 我想已經是相當足夠 是否有包容 我覺得這是風格問題 明白 正如說 我們中場休息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電影傳播 就是講一套很有趣的日本電影 叫《我老婆每天都扮死》 正如說 老師你很巧妙 你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就是說 我問為什麼 這次《男人的浪漫》的事件 你太太會這麼支持你呢? 以我所知 師母也是一個文字人 她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 很溫文意雅 很有修養的女性 即使她不同意你 她也不會拍桌 說你那種人 她是讓你成長 她不會搖散你那些人 但我想問問 你70歲了 你的太太也可以 可以和你一種浪漫的配合 其實夫妻之道是怎樣去培養的呢? 我想你講得很好的問題 其實天下間的 那麼多的夫妻 各有自己的相處方法 相處之道 我猜是 適當地給對方一個空間 還有支持是極其重要的 剛才你提到這個書房 因為開業那天就是我生日 難保下次同一間書房 開另一個一天的店長 就是以她做中心 用她的生日 不知道這個到時候可能再想 反過來 這個就是我的意思 即是說 今次是她支持我去做這件事 我在另一個地方裏面 就支持她 配合她做另一些 以她為主的事 譬如她最近 她在文化博物館 有一個敦煌的展覽 她就去做敦煌的導賞員 因為她是一個敦煌很有研究 或者很有聚心敦煌藝術的 一位的朋友 一位研究者 所以她近來就很忙於 做一個敦煌的展覽 即是在文化博物館的一個展覽 的導賞 我也都會支持她 我也都會做她的書童 幫她什麼東西 如果我有空的話 中間我也都學到東西 所以中間來說 是兩個夫妻之間 怎樣是我做的事 她支持我 譬如我去看電影 有時她也不一定有空 她也盡量陪我去看 有些當然她不一定陪 因為她有自己本身的焦點 所以兩個人有自己的空間 但同時也是適當地互相支持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涉及到生活節奏的對話 我就不敢在你面前認有什麼歷練 但假假的我也結婚了21年 跟我太太相處了四分之一 你好好 我經常見到你跟你太太的相處 我已經和一個女性 已經度過了25年的時間 但我很感受到 老師你說的生活節奏 那種互相支持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我還是說一句 凡事是說對手 有時候對手選錯的時候 林奕華說的 只是一雙情願 我和你都不是一雙情願 所以我們的故事 應該可以繼續走下去 還有一件事 兩夫妻有時候都是艾薩 不可能沒有艾薩 有不實有的 問題是艾薩 我會覺得都是從正面來看 正如剛才你說 我們寫了劇評之後 演出者 有些人站得很硬 和你的溝通不是良性 是同一件事 良性和惡性的判斷 可能不必要 因為他已經和你溝通了 他有反應 哪怕的反應是很短的 或者態度不太好 其實他一定已經感受了 某些 他理解了某些事情 可能理解錯了 你認為是錯了 但其實對話已經發生了 然後你珍惜他那樣的 應該怎麼說 那樣東西發生了 它已經存在了 你就明白了 你就放下了 所以等於兩夫妻之間 有時候有艾薩 但那艾薩 其實可能都是溝通的一部分 是你兩人 是這間環境溝通的形式 我們溝通過 這艾薩薩薩薩薩薩薩 那你就承認了他 然後便能面對他 珍惜他 那便可以往前走 所以如果 觀眾會有興趣 想去看 找到張sir的 很重要的生活伙伴 或是melaz 一起走过这些浪漫的路的私务 究竟是怎样的样子呢? 接下来星期五可以去这间书局 是什么名字呢? 秉慧书房 或者你留意我们的报道的详细资料 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如何去的 希望大家来星期五中午12点 至到晚上7点半 如果有时间经开上环 或者是专心特意去上环的话 都可以去这间书房 感受一下张教授和太太 和大家一群文化人 如何一起去讲讲电影 讲讲不同的表演艺术的文化 今天很感谢张教授上来 艺术有时跟我们聊天 下一次我会再请你上来 就真的讲气了 就真的讲评论了 虽然我知道你很忙 现在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和林克欢老师 经常都希望你做的 就是赞写香港戏剧历史 你现在已经开展了 我也很期待 下一次我再有机会 接你的时间上来 讲讲另外一些表演艺术的演出 今天很感谢张炳权博士 多谢大家继续观看 好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